工商建研会拜访韩国瑜市长 由理事长带领120位企业负责人进行座谈 除了提供市政建研及相关市政参考外 韩国瑜表示未来将会注重高雄在石化电子等产业发展 在招商部分则是先会替企业创造一个友善环境 并扶植中小企业发展 准高雄市长韩国瑜20号公布的小内阁人选名单 宣布前也特地先会晤了工商建研会 进行与市长有约座谈 听取120位来自各行各业企业人士 对高雄市政提出的建议 来发展台湾来发展高雄 针对各界的期望及建言 韩国瑜表示高雄的未来不只有夜市 饭店批发零售物流业等几十万人的温饱 更应该要注重石化电子等产业的发展 最关键还在产业 石化产业怎么样 金属 电子 传产的升级 这才是高雄的命脉 我何尝不知道 我不会说多来几个观光客 我就笑得很开心 自我开始陶醉起来 认为自己神圣了 差得太远了 我们高雄最大的整个命脉 在于产业能不能顺利发展的升级 以及港口 能不能重新调动它的积极性 而产业要能够发展 在招商的部分 韩国瑜也表示 当务之急要先替企业创造一个友善环境 所以我们高雄市政府 未来致力于打造一个友善的环境 我们也了解大的公司 大的企业 它本身非常健康 它有会计师 有律师 有业务 有财务 有订单 它自己会运作 政府只要友善 帮它解决 一定要解决的问题 够了 高雄市政府最重要的未来工作 是要强力来辅导跟帮助中小企业 因为中小企业相对脆弱 所以我们帮大企业 创造一个友善的环境 有问题 我们来帮大家解决 中小企业 我们可以考虑 如何给予它更大的帮助 90分钟的论坛 工商检验会整理提供有关解决空污 节能减碳 爱河与港湾美化 以及观光等十多个建议 作为韩国于未来的实证参考 港都新闻综合报导